今天早拍 今天我们挑战玩空气大炮 谁先把面前紫杯击倒 谁就可以吃整个网红美食 另外一个人只能用祖传菜刀切一厘米 OK 第一局先来个可食用的新人斩 这一局每个人只需要击倒三个的紫杯 来 后退两步 乖乖后退 预备 开始 对 还有一个呀 哎 你打到我的 真的吗 下次可得秒主人再打 这仙人斩有没有吃过了 来 切一厘米吧 人生第一次切仙人斩 手感害羞 就是有点难切 继续进行驻船二次加工 这才是一厘米 干杯 先问问看是谁样的味道 好吃吗 咬一口就消不出来了 不要抢一次 第二局拿个整窝的蜂巢蜜 里面还有根树枝呢 来 这一局每个人打五个 后退两步 预备 开始 停 哎呀 太快了吧 自己都还没有反应过来 好了 我哥只能吃一厘米 看他怎么切吧 咋有点像只烤鸭呢 我哥开始动刀子了 切这么多的吗 两厘米了 最不可能让你多吃一点 真是一点游戏精神都没有 这所规则 OK 来 干杯 可不及待发起一大口 哇 组织于严重 还挺好吃的 哇 第三局来个超级无敌大波龙 这一局啥也别说了 必须赢 来 后退两步 乖乖后车 预备 开始 我俩一路伸出毛了 上 哎呀 得了 今天的波龙是我哥了 我只能吃一厘米 咋办呢 这一厘米还不好切 啊 还不经理的 至少得选个能吃的吧 先保证我能知道再说 就知道那么难切 听我哥就没得吃了 我太难了 干杯 其实我一点都不羡慕 我的眼睛自己看过去的 又又高 好吧 我承认我说了 哎 真的好羡慕呀 最后一局来个终极大家 二十斤重的深海巨怪八爪鱼 这一局难度直接拉满 每个人需要打十个杯子 来 路上后车步 预备 开始 上 停 我这也太厉害了吧 成功的把我哥给惊带了 哈哈 这速度就问你服不服吧 来自己切一厘米 看我哥这啥表情呀 八爪鱼肯定特别好切 嗯 这么一点 塞腰风都不够吧 哈哈哈哈 干杯 真的好带一只 抱个头吧 给大家表演一个 包头八爪鱼 咋里面啥也没有呢 我再多咬几口看看 还是没有呀